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英明全职地产经纪 我叫游文博 今天大家看的这一套是位于曼锦市 Granville 旁边就是这条街就是Steels 特别炒的一条主干道 这一套独立屋 那给大家看一下正面 正面是这样子的 这前门是一个小deck 然后它主要这个房子的亮点是地非常大 50x140的纵神 待会我们可以去后边看一下 它是一个平房 Bungalow 没有车库这里 然后是个抢夺架 14号晚上下午4点钟统一收offer 并且卖家有权利提前收preemptive 附近有两个部署的学校 一个是Handerson 这是一个工业小学 排名全员省3000多所里面排30名 还有一个是Saint Robert 是一个天主教高中 排名第18名 并且提供IP课程在全员省 我们看一下 这是Steels的一个主干道 出来之后地址挺吵的 我们待会进屋里看一下 是不是还是这种感觉 教价跟大家说一下 是129万9千 相当于130万 附近在样街上面 那这套房子的样街非常近 样街上有个Center Point Mall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购物中心 大家生活上也比较方便 好 那么我们现在赶紧 进去看一下里面什么情况 好 这是我们一进来 它左边这里呢 是一个客厅这里 相当于把他们的 Family Room和Livvy Room 都是混在一起的 并且这个客厅的窗户 也非常大 都是也是新换的这个窗户 然后地板又很新地板 整体就是这边 是铺的地支弯这里 然后它右手边 这是一个墨室这里 因为它是Bandlow 然后它所有的主要工 都寄定在一楼里面 墨室在自己的closet 这边是它的一个储物空间 在这里一个小的closet 这边出来呢 这是第二个卧室 这个卧室稍微小一点 然后这边是我自己的一个 也是个小的closet 在这边 接着看 这是一楼的一个公园的 一个卫生间 可以洗澡的 四 piece的一个卫生间 在这里 然后这里过来呢 相当于一个 可以变成一个Dining Room 这种 因为这个是单独的一个空间 然后它是可以 从这个地方 从卧室里面 直接过到厨房这边来的 好 那这里我们就来到厨房了 厨房呢 其实它还真的有装修过 但是其实它这个叫厨房 它这但是并有做特殊的处理啊 它一切整个的地板 都是这种很统一化的 然后这个炉灶是新买的 完全新买的 没有用过 开也没开箱 然后冰箱又是比较新的 我们接下来 看看后院这里啊 后院这里就是这个屋子 整个的 它没怎么打理的 真的地是非常大的 这种一个地方 那里前面放的一个 Fabricure的炉子 我们整个看 这个屋子后院是这样子的 然后一直到 最远边的那个炸的地方 都是他们家的 有占地 并且这边还有一个 小的一个仓房可以直接用 我们现在接着回去 去地下室看一下 那这边下来呢 就是它的地下室 地下室的话 它装修的比较的简陋 没有特别的故意去装修它 这个是它地下室 其中的一个卧室可以当做 这个卧室窗户非常大 完全可以人可以直接爬出去的 是那种 这里是它的小客厅在这里 那边是它的电箱在这 然后我们过来呢 这里是它相当于 完全独立的这么一个 有洗衣房 烘干机洗衣机 然后这里是可以当做一个 它的一个厨房在这 然后放一个 放一个怎么讲 炉头就可以当厨房 这里 对它整个地下设置窗户非常大 然后这边是它的锅炉房 放在这儿的 一个热水器加上 加上锅炉 然后这是它自己的地下室的卫生间 可以洗澡的放下来 对这个大概是这个房子的行号 然后大家如果 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这个我们 是一个地产团队 在多伦诺这边 然后做得也不错 大家喜欢的话 麻烦转发订阅评论 点赞 加关注 好 谢谢大家 拜拜